第一次到旅行计划 就这样泡汤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先接电话 谁打给你啊 妈妈 你出来 我进去 你出来 我在里面 快去吧 芝芝 妈 你在哪儿呢 我在 我在 你看 怎么看着 放在帐户里啊 对啊 我在露营嘛 我舒服 你在露营啊 爸爸 爸爸 是 爸爸 那儿 芝芝 我在帐户里 芝芝 你在哪儿录营啊 我 我 我在朋友家录营 在家里打帐篷啊 因为本来 我们今天要去沙滩录营的 但是下雨了 所以我们就在家里录营了 也也很好玩 你转一圈让妈妈看看 我和你爸爸还想冲锋去录营呢 转一圈 转一圈吗 我翻转了 我翻 我翻转了 你看到了吧 看 你看 外面就是 外面就是在下雨 看到了吗 在下雨 这就是帐篷 这就是 大家的帐篷 这里呢 就是餐厅啊 看到了吗 那个 厨房 这个是厨房 这一片 方便在那边 方便在那边 就是这样了 这样 怎么 怎么了 没事 我 那个 我表情被装备办了一下 小心点 你确定是装备吗 还是提到哪条狗了 哥 我没有跟你聊天 你不要说话 你这什么话 没事 芝芝 你在房间里面录影 让爸爸想起我小时候 喜欢在客厅里面搭个帐篷 有安全感 好玩吗 好玩的 如果你们想玩的话 可以在 花园里面搭帐篷玩 芝芝啊 明年暑假 如果你还想实习的话 你就回南无吧 你妈 她全天在想着你 念叨着你呢 连觉都睡不好 你回来吧 芝芝啊 你毕业了就回来好不好 你离妈妈近一点 毕业的时候 再想吧 还早呢 那你们去做你们的事情吧 我们赶紧搭帐篷了 行行行 赶紧去玩吧 玩得开心一点 拜拜 有没有磕到 没事 继续吧 继续 来 没有磕到 有进步啊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错 有兴趣吗 我是想增加一些参赛的经验 而且不管入不入围 或者是得不得奖 其实不重要 没错 但是我们毕业了之后 履历上就能更丰富一点 对 我也这么想的 桑桑 我可太佩服你了 你这左右脑怎么发育得这么均衡 一个恋爱脑 一个事业脑 你以为桑桑跟你一样 单细胞恋爱生物 谁 我才不是呢 那 我当然要参加了 就是要回来告诉你们的 英雯 你 你 你算了 冯冯 你参不参加 我 我 再等等吧 我想等明年 也行 就咱俩 报名 在 在官网吗 对 在校网 打开校网就能报